中国的最高级的院校 北大被河南去的李友 余丽 还有他弟弟 还有约文海这些人给彻底拿下 北大教授 北大学生 哪个他想睡谁不睡谁 你告诉我有一个吗 哎呀都觉得北大教授我多狼叉 那是因为他看不起你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因为你根本没入局 你不配入局 没人拦金黄你 就你长得也不行 你位置也不行 没人要你 但凡你要有一点本事 北大的学生 是吧有点才华 那肯定给你搞了 你去了解了解北大这过去的20年 能被河南的一个小混子 李友余力玩成那个样子 改名叫一个武汉的破产的证券 就什么火证券 我都忘了 我这收购我都不记得啥名字了 是吧 变成北大方证证券 然后方证科技 搞世界选举软件 然后整了N个上市公司 在全中国一万多亩地 不是三万多亩地 一万多亩有房地产证 你说共产党他算个球啊 他是 这帮烂仔 是吧 请战友们 一起和七哥 为爆料革命 和十四亿 咱们的新中联邦的同胞 爆料革命战友的家人 和朋友 全人类八十亿人 我们的同类 祈福 感谢观看